我们最喜欢的麦当劳汉堡是哪一个呀 我这边应该是板烧鸡退堡 道理非常简单 从小吃到大 而且在国外这个东西没有卖 明明日本的麦当劳市场那么大 为什么不引进这个 然后最近 他居然出了一个新版本 叫做麻将知识风味板烧鸡退堡 但是你们懂的 成都人其实并没有那么喜欢吃麻将 所以他这个到底什么样子 我把经典原味和这个麻将版的都买来了 他这次是新品上市 所以优惠还挺大 耳耗羊毛的时候 我们还是先吃鸡翅 要不然这个待会冷的就不好吃了 鸡腿肉还是一如既往的细嫩多汁 肉汁是肉眼可见的意思意思的 所以他一口下去怎么可能不爆汁 我记得以前在鸡场 还吃到过家常版本的 真的很逮劲 吃了我真的很开心 然后我们来打开这个麻将版的 其实你借开包装纸的时候 就能闻到一点点芝麻的味道 借开这里面是那种淡奶油色的麻将 它其实量给的很足 你刚吃进嘴里的时候 先是那种淡淡的奶油的甜味 然后再是芝麻跟芝士混在一起的味道 但是奶香和芝麻香都非常浓郁的一个版本 嚼碎鸡腿肉之后 鸡肉的油的味道也会混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版本 它口感上会更加的温润 味道上也更丰富 而且这次的麻将 它让鸡肉显得更加的滑嫩 还有就是很多人 对板烧鸡腿包有个误会 不要看它汁水很丰富 就觉得它很油 其实它也是淋油添加煎制的 它用的都是鸡腿肉自身的油煎制的 不额外添加油 健身的人士可以放心大胆的炫 根本没什么压力 看来麦们又迎来了一个 非常厉害的新朋友 阿基推荐指数8分 嘎玩 今天这家烧鸟店也太奢侈了 当你的人生感到迷茫 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 就来吃烧鸟吧 我请你 又到吃烧鸟的日子 有些时候我也会想 我在日本吃过的鸡 是不是已经可以绕地球一圈了 好多废话 今天是一家稍微有点逼格的店 可能是因为它的营作 都是一些买不起的店 第一个小菜是一碗 反复强调从京都送我来的鸡 炖着拉面 鸡汤面果然是拉面的最终形态 其实很多上个店的 第一个小菜都是挤汤 然后上了一整份泡菜拼盘 这个可以跳过 第一串是外鸡腿肉 可以挤柠檬 但是它会盖出炭火的味道 不过今天就是想吃清淡一点 所以我全挤了 他们家给盐给的特别足 第二盘就是香菇 炭烤香菇特别的多汁 香菇里面剩出来的水 就是鸡汤味 我真的很喜欢灌汤鸡心那种 很绵软又很有嚼劲的感觉 再配上那个超浓的汤水 像是热恋时候的那种推拉感 还是恰到好吃那种 灌汤鸡腿菇的那个口感 商业店里面 唯一一个可以无限免费加的东西 你吃腻了 一定要来一口这个 就瞬间给你动力小子扎一针 接下来是他们家比较高级的一派 半熟鸡胸肉配海胆 这个搭配比较像富家千斤 和穷小子的爱情 看上去好像很不搭 但是在一起很和谐 好甜啊海胆 然后这个是我们点的套餐里面 独有的一个菜 黑提灯 他们家这个黑松露 烧起来跟不要钱一样 不像那些餐厅 扑面而来的汽油味 就它像晾了一碗汽油在你面前 而且他家这个蛋液特别的浓厚 卵巢部分的肉也很多 又有一点北极被煸的感觉 我觉得这一串算是比较好的题的 黑松露拌蛋黄 巧克力坚果的感觉 然后是一个鸣串 血干 它里面是半流动的干 那个胆固醇的味道很让人兴奋 像吃到了很滑嫩的鸭血 身边撒了一点特制的山椒 刚好把腻味压住 就是鸡身上的海胆 超级好的蔬菜 接着是金葱鸡腿肉 就是葱大根加鸡的内腿肉 你一起嚼的时候 就能尝到甜甜的葱油和鸡油 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它是一种蚝油的味道 然后是蛋黄半手雷 它肉的里面加了紫浆末 还有藕粒跟紫苏叶 那个冲鼻的香气干会被蛋液压住 很想刨一口米饭确认一下 它那个像我爸爸捏的那个丸子 然后是鸡翅 我一直觉得鸡翅的日语很好听 用我的门牙去破皮的那个快感特别上头 那种外脆泥的层次感 会清晰地传到你的牙龄上 它外面的皮好招 然后是热量炸蛋鸡屁股 在国内好像大家都不喜欢这个 它的日语叫绷吉利 非常的可爱 嚼开之后像是空口喝鸡油 它那个脂肪是一整个固体的那个状态 它家的鸡皮是那种软软油油的鸡皮 像是在家炖的很软的牛蹄筋 鸡皮和鸡屁股不一样 鸡皮的脂肪嚼不开 这一串是鸡脖子肉 曾经的最爱 脂肪其实挂了很多 但是吃起来还是脆弹脆弹的 然后最后的主食是一碗黄金青子冬 上面已经淋了一次蛋液 还又给你配了一个蛋黄 一夜少一掉咬上那个滑嫩的鸡肉 加蛋液加鸡蛋 还有一些带着酱汁的米饭 半夜来上这一碗真的特别的幸福 然后他们家还有个非常厉害的特点 就那个甜品特别的好吃 而且免费追加 像是我老家卖的那种黄豆粉红糖瓷巴 特别的ging 今天说了好多个特别 还有这家店的大象真的很好笑 他会一直为你吃饱了没 走的时候还不忘送你两个烤饭团 阿基推荐指数 9分 咔鱼料理作为日本最珍贵的料理之一 如果不在本地吃上正宗的一顿 你可能还真不知道 这么小一条鱼 还可以吃到这么多东西 啊什么 最近不知道是不是狂飙看多了 就是看着我总想吃鱼 又到吃满鱼的日子啊 怎么感觉我每年来京都的次数 比我吃鸡的次数还多 再加上看了市值鱼盒的新剧 真好看 果然京都的餐厅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非常的难找 我们现在在两顶墙的中间 但问题是这一店 他还开了这么多年 你们知道在日本吃一顿鰻 可以吃到多少东西了 算了我们直接开始看今天的前菜 这个馋在一起的就是鰻鱼骨 我特别的喜欢就是不能打包卖 嚼碎之后的味道特别像鱼皮油渣 嚼鰻骨头肉是最香的 然后是照烧口味的烤鰻鱼肝 那个照烧酱酱在吗 也压制不住鰻鱼肝的那个茶茶的味道 肚子上面的肉很细腻 口感比较像芋泥 这个是凉拌黄瓜蛮 它吃起来像是经历过很多感情之后的清新寡欲 然后开始今天的正菜 鰻鱼料理里面一般都会有的鰻鱼正蛋 它就是用的不是日式茶杯 而成都盖碗茶的那个碗 好实在啊大家 一入口那个鰻鱼的鲜味 就会灌到你的鼻子里面 你要仔细嚼了之后 才能吃到鸡蛋的味道 这个真的是非常适合鰻鱼的一道菜 味觉修正水 修正一下 例如我们下一盘菜是清淡的鲤鱼 这个菜叫鲤鱼小子 为什么鰻鱼料理里面要吃鲤鱼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有什么典故吧 鲤鱼的肉吃起来 非常像很脆的甜雕 接下来的画面可能会非常的隐灵不适 就是大家会在你的面前骗鱼 这个也是正宗鰻鱼店里面的一个表演活动 我都不知道我对上胶了没 我没看 接着大家会趁着肉最嫩的时候 做成天妇罗 为了保证最好的口感 这个白色像玉米笋的 是鰻鱼籽 口感非常的奇怪 像是不会跳的跳的糖 好神奇的口感 蔬菜之王 线片的鰻鱼肉 会有一种淡淡的奶香味 咬下去那种酥脆的声音 很像是拿破仑一刀切下去的感觉 然后我们点的是他们家最好的鰻鱼饭 土锅鰻鱼饭 主要是因为它能吃到锅吧 我跟你们说超香 开盖的一瞬间 但你看到那个油脂的反光 也会无法控制分泌唾液 它和关东的鰻鱼盒饭非常的不一样 吃法的话分为三个步骤 所以也叫鰻鱼三吃 它这个锅巴太巴了 莫操 鰻鱼的料汁不是纯纯的照烧 有一点像红烧肉盖饭的那个味道 特别的下饭 把鰻鱼和锅巴叠在一起 在嘴里嚼碎之后你会知道 山珍海味 我觉得其实指的就是这个了 第二碗的吃法很简单 就是在第一碗上面加一些山椒和芥末 它更像一个风味料理 第三碗的吃法是我最喜欢的 就是鰻鱼茶泡饭 它的感觉像是我在四川第一次吃鸡汤饭 今天特别适合吃鸡 感觉又可以活到150了 最后的甜品是一个黄豆大福 非常的精度 所以你们觉得关西风浪满鱼怎么样 阿基推荐指数 9点5分 真好吃 可以带朋友来 终于给我等到了 听着莫扎特音乐长大的和牛 我一直以为只有在电影里面才会有这种设定 没想到被今天的店撞到了 又到了吃和牛的日子 它是一家位于东京六本木的超高级烤肉店 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非常的转 六本木是个什么地方 其实就是离奇people们玩乐的地方 所以这条街上的店都有个特点 就是特别装 我也是来的这家店才知道 虽然还有和牛店只吃母牛 则撒子拐皮 我们还要下一个旋转楼梯才能进店 是上班打卡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吃的牛肉 先来给你展示一下 旁边还会附上他的血统证书 每个牛宝宝还有名字 店员也反复强调说 他们是听着莫扎特的音乐 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下长大的 所以对牛弹琴到底有没有用 他居然让我 给了100多块钱点了个前菜 如果他说不好吃我就把他骂死 第一个牛尾汤 现在叔叔跑了 第二头是用蒜香烤肉酱拌的生肉 有点像韩式烤肉那个味儿 100块钱的前菜 感觉还是可以 让我们来尝一下 拥有血统酥的和牛是什么样子 这个肉刚刚放在烤盘上的时候 烤之前就能看到那个血花分不得很均匀 上了烤盘那个网格印在肉上 显得更诱人了 关键它还只是一个舌头 但它的那个绵软程度 又很像土豆烧牛腩 我爬哦 像备注的那个口感 接下来是招牌菜 牛的舌尖肉包葱丝 我一直觉得它比起舌根肉 口感更像那种嚼了一万次的口香糖 已经是脆弹的感觉了 还是舌尖肉有韧性 牛舌包绿洋葱 它吃起来像一个灌汤小笼包 咬开舌头之后里面还会流汁 那个味道特别像牛肉洋葱饺子 但其实你只用舌尖肉夹着葱丝 也很好吃 又到了我们快乐的长寿泰姆 沙拉的 跳果 接着是我最喜欢的横格膜肉 它真的太漂亮了 其实你根本就不用咀嚼 就能尝到肉里面那个甜润鲜美的汁水 像喝牛奶 这个一片是牛腹肉 因为它这个脂肪更多 所以看起来比较透明 来吧 透明小和牛 吃起来比较接近蒜香肥牛 但是蒜香味很淡 看那个淡来的蒜香更好呢 体现出那个牛肉的奶香 然后像这种比较好一点的和牛烤肉店 对于给你准备一盘 仅仅一盘的寿喜烧 但是没有配饭 碗里面是料汁和一个整整的蛋黄 因为这个菜只有一片肉 所以最好裹实了再吃 那个奶香和寿喜烧的汤汁太配了 一滴汁水都不能逃走 奶甜加上青甜 像是北海道奶油果冬慕斯的感觉 牛煎肉吃起来就是很健康的味道 没什么雪花 所以吃起来不腻 这一块没什么脂肪 但是肩上的肉鲜味感又很细腻 它像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爱情 接下来是和牛三明治 我们其实已经吃过很多次了 找到你了 但今天这个面包是用牛油烤过的 想给你们听一下 咬脆牛排的声音 而且里面那个肉比面包还厚 一整块里脊肉 里面刷了一点巧克力味道的甜酱 对 超高热量 大家都快乐 然后服务员会就着锅里的牛油 再给你涮一片牛腿肉 铺在饭上 它就是一个十七家牛肉盖饭的和牛板 我也不知道这一碗 可以在十七家吃多少碗 最后的甜品选择了我们的安人豆腐 吃起来很像是那种希腊后酸奶 整个cost下来很满足 价格也很感人 阿基推荐指数8.5分 好温